等於是我們這個學期的第13次實體上課 錄影的部分我其實都有把它放上去 所以每一次上課的話 其實你回去 你如果要複習 或者你做作業的時候 不知道我講的一些細節的話 可以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我大概講一下上個禮拜的一些重點 其實我們利用一個叫Fireflight的一個 算是Adobe公司 等於是跟PhotoShop同一家公司 但叫Adobe 那Adobe這家公司的話 其實就專門就是這個 設計類相關的軟體 就是這家公司 那Fireflight裡面的話有一些是 所謂的這個平台 其實就是可以幫我們做什麼 其實你可以搜尋Fireflight 其實就是這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的話 它有一幾點可能要注意 第一個你必須要登錄 它這個登錄的話就是它那個帳號 我用Google的好了 如果直接用Google比較快 但是它會有一些問題 它雖然說免費 但是所謂的免費是一個月好像是25點 一點的話就是你做一個動作 比如說你生成一次AI 它就扣一點 所以也就是你只要做25次 做完之後就沒有了 那沒有怎麼辦 你可能需要第二個Google帳號 第二個Google帳號又多25點 所以你們要注意一下 我是希望你們用AI 但是因為AI現在好像還是要花錢 免費推薦 目前免費的話就是這個Fireflight 另外如果你要做一些影像處理 它跟Photoshop有點像的話 叫做Adobe Express 裡面常用到上禮拜我們用到 就是在這個裡面加上一些刺的效果 你可以用這個來試 那這個Fireflight它其實能做什麼呢 那我當然會希望說期末報告的部分 期末我們沒有考試 我們就是做一些期末報告 那這個地方Adobe的那個Fireflight 這個平台 AI平台 其實它最大的這個特點的話 就是你可以用文字敘述 你要做什麼樣的圖 你只要把字打上去 按下產生 它就會自動幫你生成一張你要的影像 OK 而且相當快 你會發現字打完之後 這邊就出來了 所以呢 我是希望說你們可以試試看 利用AI看能不能產生一些圖 OK 那期末報告 當然啦 我是希望目前AI還沒有算非常成熟 所以我是建議你可以 算是協助你完成一張圖 而不是完全都用AI OK 另外的話 如果你是用AI的話 請你告訴我哪邊是用AI的 然後哪邊是你自己做的 OK 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自己要斟酌一下 你把它自己打一些 背後其實就產生這張圖了 那另外還能做什麼 像是上禮拜有用了擴張 擴張就是說你可能只知道部分 然後另外在右邊或左邊的那些畫面 上下左右畫面你不知道的話 它是可以自動幫你生成的 其他還有哪一些 像可以加上文字 其實你優標放上去 它就會告訴你說這能做什麼 比如說你要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文字建立影像 你可以打字 然後它會產生 另外的話填充 比如說呢 它可以在衣服 比如說你要換個衣服 它可以馬上換你產生衣服 而且你選的時候不用像之前 我們用Photoshop裡面要選 一定要用那個什麼 像魔術棒工序 或者快速選 你只要這樣刷一刷 大概就可以了 它就會幫你把它換 然後還有一些相關的範本 還有產生項量等等的 還有重新著色 文字效果 這個文字效果你們也可以加進來 那我是希望說你可以善用AI 也可以用Photoshop原來的 我建議兩個都參照的用 那最後心得裡面交代一下 到底你哪些是AI的 哪些是用Photoshop 這個可能稍微說一下 然後至於主題的部分 我等一下會說 其他還有這些 這些東西 它這個是一個 它的一個範本 怎麼做出來的 當然它就是寫一段文字 然後送出它就產生這張圖了 其他這個我想你們自己 有時間的話呢 不妨可以試試看 那這個工具裡面 除了說有那個什麼 這個Firefly之外 其他這邊還有Express 另外還有Photoshop的線上版 你們不妨也都可以玩玩看 也就是說如果你假設沒有裝Photoshop 這邊的話實際上是一個 還蠻不錯的一個平台 也不用安裝了 只是說可能會需要付費用的問題 因為這個地方它現在基本上 不是完全免費的 如果你要買的話 這邊其實有購買 如果假設你要選 比如說你要買哪一個 它可以展開 那它費用上面好像 不是算很貴 不過好像也只能授權 一個禮拜一個禮拜 慢慢的再增加 所以底下有一些相關的售價部分 好像這個軟體 Photoshop OK 那細節部分 請各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上個禮拜的重點 基本上我們就是利用Firefly 然後呢 用AI去移除那個108體裡面的人跟車子 並且插入動物 我覺得這個地方用這個Firefly來做 108體好像還蠻適合的 最後呢 再把旁邊的這個圖把它展開來 發現它會自己幫你 去構思延伸出去的一個畫面 其實好像如果你細看是看得出來 但是你不仔細看 真的基本上 還沒有什麼違和感的感覺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覺得 是目前AI很厲害的部分 就是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人跟車子把它移除 所以你會把Firefly裡面移除功能 另外的話 有插入你想插入的一些東西 也就是如果想要把人跟車子 換成動物的話 這個好像做出來的效果 雖然沒有100分 不過看起來好像至少80分以上 可以把它展開 那其他當然我們也可以用那個像 前面的那個102體 吉祥物有沒有 放進去好像蠻快的 我發現吉祥物它去背超快的 可是後來我們用了一個什麼106體 那個什麼水管 水管好像不OK 因為它那個水管底下有一些地方 它在選取去背的時候 把一些不應該去掉的部分把它去掉 水管它好像底下有一些地方 就以為不是水管而認為是背景 所以就會把它移掉 那為什麼會失敗 其實主要應該是說 它有的時候 如果你當然一樣的道理 就是背景如果越單純 越不容易失敗 但是背景如果跟前景很接近的時候 它其實還是沒有辦法判斷 還是要用人工 OK 那上個禮拜有做了一個202體 鴨子這一體 那其實就做幾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把眼睛把它縮小 眼睛變小 當然你變化體你可以把它放大 所以那個在這個叫縮攏的功能 就滿方便 這個在裡面的濾鏡 那另外還有把那個尾巴的部分 羽毛效果把它做出來 就是有一隻筆 也有一隻手 把它撥一下 撥一下 指尖工具 讓它可以往上翹的效果 再來就是做選曲 選曲我想前面做 你可以用好像魔術方工具比較快 然後再加上涼漪 涼漪就是說在鴨子下方 增加一個水波紋的一個涼漪 有點像是一個鴨子 就真的在那個一個水面上面 有一個涼漪的效果 那不過這個滿細的 我覺得這個如果用那個AI產生 應該是沒有辦法勝任 我覺得 那你們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一隻鴨 後來我馬上也給它一些敘述 一隻鴨子在一個水面上漂浮的 並且在一個涼漪的水面上漂浮 好像它也產生 效果其實有做出來 只是當然不是很滿意 應該沒有到80分 我覺得大概60分差不多 不過至少我覺得它已經大大跨出了一步 然後其他的話 就是魔術方工具 旋轉效果 還有就是利用Fly or Flight 做一些變化 並且利用Adobe另外一個軟體 叫Express加上文字 這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細節我想有些地方 如果不太清楚 自己稍微看一下 OK 這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 因為很快我們就要期末了 所以期末的話 我剛剛已經把作業部分 也已經把期末的報告部分 把它貼上來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期末報告 那繳交期限的話 跟各位講 是在6月23號 實際上期末那一週 應該是哪一週 這一週吧 不過我給各位的期限是 這一天應該是繳交期限 讓你們往後再推三天 等於你有多三天的時間 可以 但這個是一個Dayline 就是你最後一定要在 6月23號以前 一定要繳交這個作業 那這個作業的話 基本上就是 利用本學期所學的 Photoshop的技巧 那而且包括 這個AI的這個什麼呢 Firefly 就我剛剛講的 那個Firefly平台 那至於呢 這個AI你要做多少 那這個我想 你可能要交代清楚 因為現在大家還是會 慢慢會用AI 協助幫你做創作 像我看今天的報紙 台大的文學獎 台大不知道什麼文學獎 他們呢 就是有得獎者 他是有部分 是用AI協同創作的 而且這個是有得獎的 那是不是說 他已經有明文規定 就是說如果假設你的創作 是用AI所產生的 這個地方是可以被允許的 但是是不是要加 就是要講清楚 你不能說 你全部都是用AI也不行 你要部分的話 用個人 部分用AI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希望呢 製作一個期末作業 這個問內容 我是希望跟文學有關的 但我想到的是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 是開在中語系啦 所以理論上還是跟文學有關 是比較 應該沒問題吧 OK 不然如果做別的 好像感覺 跟我們這個課程 比較距離遠一點 OK 大家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你可能再跟我討論 那 比如說找個作品 或找一個人也可以 那作品很簡單嘛 就找一首詩吧 OK 比如一首唐詩 然後甚至你可以把這個唐詩 貼到Firefly上面 請你根據這首詩 做一個類似像意境圖 有沒有 把那個意境 把它產生出來 OK 一首詩也可以啦 或一首詞 一首曲 那一篇文章其實應該也可以 只是文章會太多 他會看半天還是不懂你在講什麼 OK 諸如此類的 我想這個你們可以試著去試試看 因為說真的 有些我也沒試過 我也不知道效果到底怎麼樣 有沒有 AI 因為AI其實說真的 他當初還沒滿月的 不是沒滿月 還沒滿週歲 OK 因為他其實還非常年輕 那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 所以我要請大家 根據一首詩 或一首詞等等的 一篇文章也可以 文章你可能就是給個文章裡面的一段 OK 你就節錄一段 然後呢 做出一個影像 一個圖檔 OK 或者是說你說 老師我要作品 我要一個人可不可以 人也可以 比如說你說我要做一個舒適的 一個 跟舒適的一個意境 那你要 當然意境 你要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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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事件 所以你可以一個事物都可以 OK 當然 主題還是盡可能的跟文學有關 是最好的 然後呢 做出一個什麼 模擬的影像 就是讓這張圖 根據剛剛的那個主題 那裡面至少要包含的是主角 主角 他是一個人嗎 還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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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動物都OK 然後的圖層 所以需要 有點類似像之前我們練習的 比如像吉祥物 你要先把吉祥物當一個主角 那背景你可能要弄個背景 然後還有加上文字 OK 所以我至少要有這三者 一個是主角 一個是背景 一個是文字 這些就是都要有 OK 然後呢 並且加上適合的濾鏡效果 像濾鏡我們做了還蠻多的 有沒有 像1064有用那個什麼高絲模糊 那昨天的話 上個禮拜其實還有用到那個旋轉 或者像鋸齒狀 或者一堆的濾鏡 那盡可能的你用適合濾鏡效果 來完成這個 這個期末的作業 那當然呢 另外你也可以利用AI協同創作 不過我剛剛有講過 就是盡可能的明確告訴我 哪一些是AI幫你產生的 哪一些是你自行創作的 OK 你要講清楚 你不能說AI產生的 你就算你自己的 不行 OK 另外最後的話 腳腳的圖檔也是兩個 一個是PSD PSD 我要知道 我要看你的圖層 因為PSD裡面一定會有圖層 如果你假設圖層都沒有 那應該是AI做 可是你AI做 卻當著你自己這樣不行 OK 然後另外的話 就是JPG或PNG 主要以JPG為了 你會有同學問到PNG PNG其實也可以 然後最後就做一個心得報告 最少500次 應該算是最低限度 你不要剛好算一算到500次 然後詳細說明這個作業的名稱 還有使用技巧 然後還有學習 甚至你最後可以講一下有關 Photoshop的影像處理方面的使用心得 甚至你對於未來的AI生成影像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看法 我現在蠻想要看 各位有沒有什麼新的發現 甚至除了說這個Filefly之外 還有別的平台 假設你們有時間 你們也可以再去試試看 只是其他的平台 好像有些是要收錢的 叫什麼Mitri 就是之前不用錢 另外有不用錢的 就是像微軟的Copilot Copilot裡面其實除了可以生成文字 還有程式之外 它其實也可以生成圖檔 目前Gymna好像還是不行 所以你們其實也可以不妨 利用其他的AI平台 試著做做看 這個的話呢 繳繳期限 記得就是這一天 你不要超過 如果你真的 像有些同學 這個期末報告 假設你真的來不及 你一定要跟我講 不然你超過時間 我分數送出去 就來不及了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期末報告的部分 我就已經把它貼上 待會請各位 再幫我開啟 第204題吧 所以待會請各位 把那個題目 也許把它打開一下 題目部分的話 204 那這一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204題 應該也不算困難 就這一題 應該也不算困難 叫什麼 漩渦 然後這個的話 其實這樣看 好像看不太清楚 那首先當然你可以 稍微把題目看一下 然後 並且把Fotocial的打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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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